各位晚安 今晚港股市後分析 中國銀行3988短期升勢形在 中國銀行我和大家結帳 是上星期最多人想我重點分析的股份 至於下星期分析是哪一種 你已經開始投票了 還未投票就記得 最遲最遲 星期日12點前去我youtube頻道 投票 今天下午的視頻非常漂亮 又有跡可尋 大家有沒有留意10點過 都沒有了 我立即發出了這個 港股短炒功略 為何我收不到 因為你不是Planetinum 或Diamond的Patreon會員 是的 訂位就收到了 我是建議這個 超短線入市好倉 是做好倉 是科技指數期貨好倉 當然你可以不買這個 你可以買這個 科子的牛證 或者科子的相關衍生權證 甚至是3033 行山南方 科技的ETF 都是全部贏錢的 我們今天說 中國銀行 未講之前 想和大家先看看 美子期貨 今天下午 我不能說 港股的升勢 靠美子期貨 帶動 是它自己本身厲害的 升上來的 科技指數表現最好 是科技股 我日中時分析 也和大家說了 今天買要做好倉 應該是科技股 大家看看我之前的分析 不重複 美子期貨看到低位 反彈 但所謂的反彈 和之前的跌浪比較 這個幅度很小 既然美子期貨反彈 也這麼少 港股跑贏了它 那港股便會有自己本身的上升動力 在這裏 由這個升降落起點 8月1號高位 2.93 跌到剛才說的 2.6 2.6 2.6 反彈上來 過了剛才的上升通道 這個位置關鍵 0.618倍梁龍星福目標 2.8毫0.4 2.8毫0.4 站穩在上面 我們先看2.9毫3 這就是短期形勢 中期形勢 中期形勢 我們先看周線圖 中期形勢也是這樣 都是由這個量度 剛才我們是2.9毫3度 記得嗎? 但中期形勢 如果你是這樣量度 剛才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量量度 我們中期看高一點點 長期都是這個量度 假若短期反彈 中期反彈的話 我們是由這個 5月12日 結束星期高位 3.19先8 跌到下去 剛才說過2.6 2.6 說過日子 說多一次 今年8月下旬 日子 25日結束星期的低位 2.6 反彈上去 我們要看 放大它 先看0.382倍 不就有2.8毫多 2.8 2.8 再上去 我們要看 0.5倍 和0.618 量度升幅目標 分別2.8毫9 和2.97 2.8毫9 和2.97 這就是中期的 如果是長期 當然是看 2.97 2.97 就是看3.198 過了3.198 剛才也看過 就看這位 是吧 3.558 和3.664 剛才說過 我們有興趣看看 究竟如果由這位 跌下來 由這位計算 18年1月高位 3.58 開始計算 跌下來 3.58 跌下來 跌到去 1.58 不是 錯錯 這個應該是 1.58 先2 2020年10月低位 這樣彈上0.618 配量度升風目標 雖然過了 曾經過了 也過不了 我們都要看這位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2.81 1.77 長期的分水量 在2.81 1.77 暫時是低過的 所以我們不敢看得這麼好